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記者會上宣布了一項反制美國的措施 這項措施是說 對於那些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 中國將會施以簽證限制 到今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終於有所回應 他就說到說中共威脅要限制美國公民的簽證 是北京破壞對香港人的承諾 而且拒絕承擔責任的最新例證 美國是不會因為威嚇 就不採取行動去回應 似乎昨天的那項反制措施力度不足夠 對於美國來說就不痛不養 看來要加拿才行 在今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 趙立堅就提到 關於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問題 中方已經多次展明了嚴正的立場 這個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 他還說 中國不是嚇大 美方通過所謂的制裁 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 絕對不會得逞 針對美方有關的錯誤行徑 中方將會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堅定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暫時的反制措施 只是一行出台 就是對個別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限制 至於將來會不會再有其他措施 比如說凍結資產 或者禁止某些人使用以人民幣結算的銀行服務等等 暫時未知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中美雙方已經到達一個各不相讓的階段 無論是制裁益或是反制措施 都正在加速地進行當中 美方到底除了今早所提出的兩項制裁措施以外 還會不會有其他措施在近期推出 甚至何時會打第三張牌 即是發動金融戰 暫時未知 實情美國至今已經對香港實施了三項制裁措施 第一項 就是針對所謂破壞高度自治的前任或現任中共幹部 實施入境的限制 第二項 就是禁止軍民兩用的技術和商品輸出到香港 第三 就是禁止對香港出口國防設備 但至今無論哪一項制裁措施都好 暫時未見得到清單 但相信很快都會推出 沒理由只是頒布措施 但裏面有一片空白 那說不通 雖然在中國的反制措施當中 其實也是沒有一個人名出得到 只是有一個對象 究竟哪些人會被中國實施簽證限制呢 又是未知的 似乎他也要看看到底美方頒布了什麼名單 他才會決定擠什麼人名進入名單 好 接著就看看國際方面的反應 英國外相藍韜文 就形容 說通過港區國安法是中國嚴重的一步 英國對此是表示深切關注 並且會在見到港區國安法立法文件的全文之後 再去發表聲明 當然有些人就慢地批評英國 說他到底等到什麼時候 我就覺得 一定是要他看到全文才能作出反應 為什麼呢 他不能貿貿然就著BNO的情況有所修整 因為這個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 講明了BNO的地位是怎樣 但是 一旦中國真的實施了港區國安法 而且是有條文的時候 英國才有機會嘗試去修改或者擴充BNO的地位和權力 因為在英國的眼中 如果他貿貿然這樣去做的話 其實就是會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因為在英國的眼中 港區國安法就是違反一國兩制 以及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故此 他一定要等到這個法例出台以後 他才會作出反應 這就變成了被動式 否則就變成了主動破壞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 英國政府做事其實也是要跟足程序 好了 究竟BNO的地位 會不會像英國內政大臣彭代寧那封信寫的那樣 是會放寬某些逗留的限制 或者是會擴充某些權力呢 我相信機會就非常之大 因為由頭到尾 這封信沒有被英國政府否定過 當然 究竟 這個約翰遜怎麼回答彭代寧 就無人得知了 因為按照這些信件 其實就是英國政府的密涵 一般都不預計會公佈給公眾知道 但不要理會了 上次那封信 事實上是流出了 而且至今英國政府都沒有否認過它的存在 所以我相信按照彭代寧那封信所寫的 這樣來去行進 那個機會是相當之大 好了 又看看日本方面的回應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對於港區國安法通過了表示遺憾 擔心會削弱一國兩制 當然 而且報道也提及過 說很有可能會影響習近平訪日的行程 因為根據多個民調顯示 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好感程度 往往是徘徊在個位數字至十位頭數字 所以日本政府或日本政界都要對於自身的國民有所交代才行 所以到最後 如果這個訪日行程真的拉倒了 一點都不奇怪 好了 接著就去看看關於彭博的一篇報道了 在上星期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 現在只是等候眾議院通過 以及特朗普簽署 這條法案就會正式生效 在裏頭提及到 其中一項的制裁措施 就是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二次制裁 即是甚麼呢 即是當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在明知的情況下 走去和一些被制裁對象 進行交易 或者提供服務 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就會被美國二次制裁 因為這些制裁 本身不是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 而是引申出來的制裁 好了 根據彭博的報道 在一份最新發表的報告中指出了 中國官員大多數都會使用幾家中國大行所提供的服務 若然這些銀行是違反美國規定的話 恐怕將會面臨著被禁止進入美國金融系統的風險 根據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的年度財政報告顯示 截至於2019年年底 這四家銀行合計有8.2萬億的港幣規模資金 8.2萬億 其實是可以用8.2兆來代替 因為萬萬為之億 萬億為之兆 很多人都爭議過 究竟兆的下數量單位代表多少呢? 一般來說 中國的傳統 兆是一萬億 故此現在8.2萬億 就可以省略為8.2兆 不過 彭博同時引述了一名美國官員的消息指出 說香港自治法案只是針對那些 明知有關的中國官員受到制裁 但還與它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 這項規定的目的 就是在於避免有太多美國企業 落入懲罰的範圍 此外 銀行也會在香港自治法案實施之前 會取得制裁名單 以免誤墮罰 即是說 當有一個制裁名單出來的時候 就會通知全世界的銀行 如果有哪些是不怕美國制裁的 絕對是可以繼續和這些被制裁的人士有業務往來 如果是避免要受到美國制裁的話 就不要跟他做生意 這些人當然是用不到以美元結算的銀行服務 因為一旦那家金融機構被制裁的時候 他根本上也是用不到美元結算的 最後就看看一篇新華社的評論員文章 他們最近似乎又再掀起針對蓬佩奧的批判 他們說 這部謊言複讀機又開始湧湧作響 圍繞著對付新冠疫情 圍繞著新疆和香港事務 圍繞著中非合作 圍繞著中國發展道路等等 近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再度疊疊不休 偏造和散播一個又一個的謠言 蓬佩奧拿新疆香港民主人權說事 他真的關心中國人嗎 不過是企圖向中國潑污水引禍水 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 都應該有基本底線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 美國政壇出現了這些毫無道德底線的政客 實在令到美國蒙羞 本來這一類型的批評 在馮揚會之前 暫時歇一歇 拉住了 好了 似乎現在又再固態復盟了 似乎中美之間已經決定互不退讓 而且真的沒有妥協空間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